歡迎繼續收看大話新聞 我現在要先給大家看這個報紙 這是蘋果日報 在10月19號的新聞 吸吐版 小馬哥 馬英九 他包票 他去看白冰冰的秀 那麼馬英九 白冰冰對他的推崇是說 第一次有這麼重要的官員 堅持自掏腰包 令人感到窩心 他自掏腰包多少錢呢 請大家看 這是一蘋果網路新聞 說小馬哥包票但又拒絕升等 第一次有這麼重要的官員 堅持自掏腰包 讓人感到窩心 他說馬總統昨晚買的35張票位在B區 他不願意被安排做到第一排的貴賓 習白冰冰說 這是我出道以來 第一次有這麼重要的官員 堅持自掏腰包 以實際行動支持本土藝術 令人感到窩心 好 彭哥一部 看到我們現在在看TVBS說 總統馬英九出席白冰冰的演唱會 並且自掏腰包買了35張票 招待民間友人 馬總統跟台中市長胡志強 選擇中間座位 刻意避開前排VIP 不只自己來 也掏腰包買了35張票 招待這個下鄉Longestate 認識的民間友人 TVBS 蘋果日報 跟網路我們都看過了 來 我們現在再給大家看 這是Nownews 今日新聞說 馬總統自掏腰包 花了84000塊 買了35張白冰冰演唱會的門票 而且還拒絕升等最前面的貴賓席 作風平民 讓白冰冰感動又窩心 頻頻稱讚馬英九是 沒有價值的總統 好 我們再看 這是中國時報 工作人員透露 白冰冰的政界好友馬總統 自掏腰包買了35張V區門票 這樣 而且他是透過幕僚 偷偷去買票 並沒有知會主辦單位 一口氣買了35張 花費約10萬塊 不好意思 立法委員張花官 他行文給總統府說 你那35張票是你自掏腰包嗎 他回答說 本項支出依規定 由國務基礙費致應 紅衣 這不是頭一招 8月30號連戰先生的壽宴 在一家大飯店 民生東路上的那一家大飯店 那時候也是這樣講 8月30號不要忘記 是走上街頭的那一天 本來大家在講說是連戰過生日 然後馬英九總統受邀 去在那個場合沒有辦法不去 大家在講說這麼多人在上街頭 你應該去了解一下這些人在講什麼 而不是在那個時刻去做 五星級大飯店吃飯 結果那天不是喔 那天是他當主人幫連戰先生暖壽 然後那天也花了大概七八萬塊錢兩桌 結果他也是說用他的錢 結果也是因為立法委員行文 也是彰化灌秀新聞 對 行文給總統府 結果發現也是用國務基礙費 那個過程跟今天的過程 其實是一模一樣 整個發展的過程完全沒有所謂 對 前面我已經這樣 然後我後面我應該要做一些調整 或是修正 他永遠是用一個方式在做 同樣的事情 而且在宣揚那樣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我在這個狀況下 我可能幫助消費 我可能在這裡面帶動什麼 不斷在做宣揚 可是那個後面全然不是那個樣子 是虛偽的那個東西被看到 我現在就是說資子彭弩藝術 你用國務基礙費去買35張票 也OK OK 這沒人會管 但是你不要用那個虛假的宣傳 為什麼要講說 自掏腰包呢 我的看法不一樣 這個白冰冰的事情跟連戰的事情 有不同的意義 因為連接 畢竟國民黨的 馬英九的 對一般人民來說 那個距離很分離 不管你要用國務協會 或是用什麼 那就是有一個人在那邊吃那邊開 但是白冰這件事 非同小口 怕你是要利用白冰冰本土的人 他的水 他的感覺 如果跟你台灣人說 說這是神啦 大家要拜 青年如此啦 問題是錢都不是 不是他制造要包 是拿國務基礙費來買啊 買 證明是這樣啊 但是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是因為是白冰冰的關係啦 了解這個事情 喔 這個總統很清廉 對 對我們本土很照顧 連白冰冰的感動 那個連接的都完全不一樣 不是啦 郭忠祥 我現在想不到的是說 都用國務協會形容的 你給你制造要包啦 不過他就是要塑造 這是他自己的 我們一直跟觀眾說 這個人是愛及如 洗錢如命的人 連開自己的錢都不敢買的人啊 哪有可能說會去做這種事 你還是不懂我的意思 我真的不在乎錢 我是說 是國務基礙費 沒錯 為什麼要講自掏腰包 我懂你的意思 你是現在你不懂我的意思 我等一下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國務基礙費 這也不對啊 你就講國務基礙費買的啊 可是他的青年就沒有了 他的神話就沒有了 其實 宏祥 你看喔 你唸了五張報紙喔 我都覺得這搞不好是發新聞稿的 是啊 自掏腰包 這搞不好是發新聞稿 他去看誰關心他 他自掏腰包啊 大家都知道他一定有錢 或有國務基礙費 他只要去關心 其實這就好了 而且他物料偷偷去買喔 對 可是為什麼要去做這個東西 就是要做一個形象出來嘛 這是自掏腰包 今天我真的覺得 馬英九如果真的是自掏腰包 去做這一次 我覺得台灣經濟有救 我現在擔心的是 我們這個總統每天在做 不是拚經濟 也不是在拚台灣文化 是在拚他自己的形象 對不對 為什麼要去講你自掏腰包咧 拚形象你用國務基礙費 說我去分辱藝術也是形象啊 洪毅 你之前不是講說阿炳總統那時候嫁 兒子娶媳婦對不對 說我沒有收禮 我覺得這有什麼差別 這是一模一樣的事情啦 沒有收禮 現在跟他說哇 六百萬人送去了 我說馬英九不會同樣的下場嗎 馬英九這個國務基礙費的用法 揹月餅 透過國民黨黨務系統去送 到底是不是送給弱勢團體 我們不知道 現在無從得知 反正是送給條子 你如果照理說你用國務基礙費 應該是送給弱勢團體 這個我沒有意見 好 請連戰吃飯 現在去買白冰冰的演唱會的門票 結果他說自掏腰包 他是掏腰包 但是不是掏自己的 是掏全體台灣人民的腰包 自掏腰包是這樣自己拿 自己掏 他的解釋應該是說 我自己伸手去從你們的腰包 把錢掏出來 叫做自掏腰包 但是我覺得 馬英九的國務基礙費越這樣用 會越加深一個印象 就是現在在查阿扁的國務教費 是在政治清算 因為我同意許老師跟他講 你的用法跟陳水扁有什麼不一樣 難道買鑽石叫做犯法 買演唱會門票就不叫犯法 那有說 因為買鑽石是讓太太用 他叫應公使用 買演唱會門票不是給他自己人用嗎 應公使用 拿什麼工 Longestate是他選舉的人 那怎麼會是工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很簡單 馬英九 我覺得他已經達到目的了 洪宜今天我們不討論這個新聞 我跟你講 明天這個事情等於幾乎沒發生過 你剛才黏槽五金報紙 說馬英九自掏腰包怎麼樣 問題是張花冠今天調這個公文 有總統府的韓文為證 明天媒體會不會登 不會登 馬英九已經達到他的目的 什麼目的 我很清廉 我很關心台灣本土 他這個叫做一石二鳥 一方面塑造自己清廉的血量 另外一方面 又跟台灣做相當程度的聯繫 你看我去看白冰冰演唱會 而且這道腰包 對 台灣本土的藝人 他這是達到他的目的 是